Hello, 這是動漫廢物的點五集 講一口氣吧, 其實是動漫相關呢? 應該是特攝相關的電影 最近是香港終於上畫的新超人 今天陣容就落在這裏 大家好, 有個漫遊者在這裏 因為香港疫情關係, 最近10月中 終於上畫了這個, 我自己期待了多久的新超人 今次有一個Remake系列, 它有一個新日本英雄計劃的Remake 然後結合了四個最具代表性的日本英雄 重新去重製一些電影 然後這個是第三套 就是超人 雖然我其實不知道為什麼 新世紀福音戰士都是日本英雄 但是它是計算了久 雖然它有一個官方網址寫著一個Universe 但是彷彿它的概念不是我們平常認知的MCU 或者DCEU 暫時看來它是沒有什麼連動的 大家都是 暫時覺得是 可能出一些商品 或者是重新rebranding IP 再區去國際 我想問一下大家 如何看這個重製 一開始就是 大家都看了這個新超人 這個新超人的重製給了什麼感覺 特別是漫遊者在外國 它這個Universe就是 想驅逐這些日本英雄 去到世界各地 它有沒有推到英國呢 我不知道 因為在英國沒有上畫 那我怎麼看到的大家都明白 其實我不知道在外國哪裏有上畫 英國哪裏有上畫 但是最少我住的地方 沒有 但是我住的地方 已經是英國五大城市之一 所以如果你說一定要在倫敦才有 那就 那就 真是不算好國際 如果其他大城市都推不到的話 我這樣看 但是 譬如以我的觀察 以我的觀察 你說 特攝片在 英國是不是很流行 我想 除了 上次我記得有一集 我們在 在 《十方姐》 有說過 《Power Rangers》 但是《Power Rangers》 其實都是美國 在英國 我很少留意到 有特攝的東西 真的比較少 可能倫敦會有 但是我之前住中部 現在住東北部 都不太覺得 那些漫話譜有 關於特攝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日本比較有名的特攝是 哥斯拉 其次就是《Power Rangers》 那些哥斯拉是 比較 保持到原汁原味的 過到外國的 因為《Power Rangers》 他們拿來發展一個新的 那你在英國的人 喜不喜歡哥斯拉? 那些哥斯拉的話 都比較多些 甚至 十個星期上課 其中一科 叫做港地縣政治 其實是有用哥斯拉來做例子的 很短 不是因為我們都是說 POP CULTURE 和 GEOPOLITICS之間的關係 那些可能稍後再有機會說 但是如果你說 譬如說 如果說推動他 去世界各地 畢竟我現在在這邊 所以我不見過 但是作為很少看 鹹超的一個 他有一種很強烈的 懷舊味道 一看就有一種強烈的懷舊味道 POP CULTURE 其實對我所認知的 這套 叫做 新也好 真鹹超 真超人 其實我所知 這套 暫時都只是在 亞洲地區 上映中 暫時的資料 暫時都只是在台灣 港澳 好像是印尼 那些地方 還在亞洲地區 除非在一些 電影節放映 才會在 加拿大 美國 歐洲 暫時看到的資料 應該都未去到那邊 歐洲 所以你問他是不是 是否衝不衝出去 其實他還未衝出去 不可以說他沒有這個意圖 只是未過去 但是我覺得 他這套 我當作是 一套 什麼都好 甚至乎 這套 對我來說那種 程義傑是相當有趣的 畢竟大家都可能 小時候都會覺得 《鹹太超人》 那種 他畢竟最舊的作品 都有一定的 歷史的年紀 他終於玩這套 《Reboot》 我覺得 致敬意味是其高的 我呢 剛才大家都聽到 還幾天 可以說是沒什麼 看《鹹超》 傑青也有提 我剛才都說了我自己是 比較期待的 為什麼呢 因為整個成長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看過 幾十年前的 超人的劇集 但是我有玩很多 譬如PS 他出過好幾代的 超人怪獸對決 裡面其實有很多 他會拿回那個劇集 來做故事模式 在裡面就認識了 超人的那個 Original的故事 還有 其後很多人都說 就是超人的故事 是想表達什麼 或者是這次 Reboot 大家都很期待 譬如《鹹野壽明》 會用什麼角度 去切入 改編成怎樣 所以其實我也是 知道 原本的超人是想說什麼 也很期待 這次 重製版 就是《鹹野壽明》 我想說 略為簡介一下 這個重製版的故事 是怎樣的 給大家一些 重製版 好像是重製版 其實我個人覺得 它是沒什麼加很多新意 因為它劇情主要要圍繞 原本的超人 大概有 5-6集的份量 最初登場 《假超人》 接著 《Pater Capsule》的交易 去到後面 坐飛登場的 單元 他們將大概 原版劇集 《漁網》5-6集的東西 停奏在一起 然後就做了一部電影 有一個起乘轉合 就說了 它如何出場 在地球遇到什麼人 怎樣去認識它的隊員 怎樣去 交涉一些 宇宙相關的地球外星的外交關係 到最後 對付超人的宿敵 就是 擊敗它的 即頓星 這次 其實它改了變成一個 毀滅星球的武器 即是沒有了那個 即頓恐龍 這樣是完全不同的 就變成 一個新的角度 去表達這個超人的結尾 大家 看完這部電影 我想問一下 大家 如果沒有看過 或者看過的人 對於這個節奏 覺得如何呢 因為很多 我自己看的時候都覺得 可能我覺得 貪心了很多 他很想 Gether 超人 整個 166年的劇集 很多 很吸引的元素 覺得很棒 一定要加的東西 下去 變成你兩個中球 他那個 節奏是超級快的 他完全是 很理會觀眾 能否吸收得到 整件事是不停不停不停的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喘息的空間 但是你可以說 他那個 幾個單元 緊接得很好 沒有什麼 角列 但我覺得 其實真的太快了 他沒有 轉折 例如 例如 Aftermath 去說 其實超人 或者是 他的隊員 的轉變 或者是 一些 相處之間的事 他完全沒有做到 所以我覺得 有很多位 是不太行 但是 因為你剛才說 他是大致用了 原版5至6集的時間 去做 今集的劇情 如果我看回資料 其實 特攝片 即使不看資料 大約都知道 大約是25分鐘左右 一集 如果5至6集的話 比盡利 就是3個小時 現在只不過是把3個小時的東西 濃縮做2個小時 那又好像 不是真的差很遠 如果純粹以時間的 看法 是嗎 你不覺得 你在看的時候 他是不停不停去的嗎 即是 你說 我覺得 劇集當然是 有很多時間 但是 例如你看電影 可能有些 起承轉合 中間事件之間 應該有一些 轉折 一件事 如何導致另一件事 他帶走這個 好像沒有 因為 譬如 如果你說 電視劇集的話 其實 以前的劇集是比較簡單的 每一集自己都有一個節奏 起承轉合的節奏 日常生活 然後危機來到 然後超人出場 然後和怪獸打仗 然後結束一件事 可能就是由劣勢變成優勢 最後贏 但是因為你在劇電影 這件事是貫穿的 即是你中間不需要每一次都還要有 又有和平時代 剛剛過了上一次的事情 所以那些時間 那些事情就可以剪掉了 不過 不過這樣 雖然我純粹從 理論上說 是可以將 因為你錄集劇集三個小時 你中間有些東西剪掉了 一些 無謂的每一集開頭 這樣就可以濃縮了 或者減散的時間 但是嚴格來說 我是同意一些事情是太快的 以現在的 例如我們的觀影習慣來說 因為大家都知道 1960年他們的預算是很低的 或者是原稿的預算是很低的 所以他們的打鬥是不可以太長的 所以打鬥的場面當然是 會不夠多 所以前面醞釀的故事 或者醞釀最後那場戰鬥的故事 可能會說多一點 但是我們現在 很著重觀能刺激 我們現在這一群觀眾很著重觀能刺激 在我的角度反而就是 每一次的戰鬥都很短 令到他好像 很容易就完成了 電視 然後就說下一個了 反而是不夠醞釀 我的看法是這樣的 紫希有沒有覺得 就是 看過 譚超 你覺得 這次重製那個 其實也是一個很多人討論的地方 就是 他紋氣 還有 不得不拍的 老打氣 那個分貴 你覺得好還是不好 其實我個人 紋氣那方面 我是有些 我很多朋友都看過的 他都覺得有少少辛苦的原因是 因為他的 紋氣 對白就很快地 這樣轉一轉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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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 告訴你 我們成立了 我們現在成立了 我就瞭準 你看到 就是 一些看得辛苦的 但打斗方面,我真的很喜歡真咸超的戦斗,所以我可以留在討論這方面。 但你問是不是很急速? 我覺得我會接受到他的比例上已經算做得比較好。 畢竟你打完之後,你中間那些所謂的民氣,很快就牽涉到下一個事件上。 你那種貫穿,其實我個人是喜歡這一種,我自己喜歡,盡量做到整件事是一條線做完。 不要搞那麼多奇怪的事情,我自己喜歡的。 因為我自己有些意外的以為是他打完那個…… 即是今集是最熟悉的。 我忘了叫他打完電腦資料的。 我最初以為是他,誰不知很快完成了。 很快完成了,接著就到下一個梅菲拉斯出場。 然後梅菲拉斯出場,很快就打完了。 即是梅菲拉斯走了。 好,然後就是處理坐飛,因為要制裁地球,所以出現的那種巨大的不知什麼東西。 好像反而是很碎,原來最後那件會影響全地球的。 因為其實他前面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對地球產生毀滅的危機。 但是好像用很短的時間就把前面的東西打完。 我覺得快就快在這裏。 嗯,亦都是他的單元尾就是在這裏。 即是你會覺得他好像很快就處理了一個事件或者一個危機。 而下一個事件和危機又接種而來。 所以有些人會覺得好像一個總集編一樣。 還有他快的地方,他入局也快,交代一些東西也快。 因為他一開始就剪回Ultra-Q的一些片段。 即是Ultra-Man的前一個畫空相系列就叫Ultra-Q。 那麼他入局就超快了。 給了幾個背景,又突然有怪獸,然後就怎樣消滅。 這樣就開始這個故事。 另外一件事就是快的。 令到他為什麼會這麼快? 原因就是又是很貪心的。 他除了將一些單元故事之外, 他會融入一個現實生活裡面。 因為很多人看完都會覺得, 就是好像現實如果出現一個超人, 那日本會變成怎樣呢? 就是因為他裡面加了很多, 所謂政治的元素。 譬如說, 彈藥是要買的, 那超人這麼強的存在, 在日本出現, 其他國家又會怎樣想呢? 他會加很多現實元素進去。 但我覺得他貪心就是這個位置。 他想加這些元素進去, 但他沒有探討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留於對白上。 所以我覺得他比較單純一點。 反而影響了整個故事的節奏, 令到他很快很快很快。 大家又不懂日文, 你說得這麼快, 看得到字幕, 你又看不到畫面。 我覺得看的時候也有點吃力。 我沒有覺得這是一個問題。 因為那些所謂的政治內容, 你可以再慢慢咀嚼。 拉出了幾個政治內容, 包括巨大殺傷力的武器。 如果有巨大殺傷力的武器, 導致是不是有超級能力的存在。 然後就是其他地緣政治的問題, 主要就是日本和美國之間的關係。 但是這些是不需要花筆脈去討論。 帶了出來,大家就會想。 所以我會覺得, 他不算在這些位置上, 令我覺得不妥的, 或者看得不舒服。 DK是比較喜歡的人。 你可不可以說一下, 你喜歡的地方是些什麼? 我喜歡的原因是, 因為我入場, 我都很害怕這套東西, 有很多真哥師奶那些, 有很多民氣, 我會覺得很差勁。 我和我原本期望的東西, 可能會有落秋, 我會很怕的。 我一看到, 其實我覺得這套是爽片來的。 如果沒有那麼多包袱, 甚至政治, 它都很像貓石一樣, 你會覺得, 原來在現實生活中會有這樣的東西, 你會想一下會怎樣。 我覺得, 如果你進去看爽片的話, 這套好像接近八二分鐘。 這套不止, 這套一個小時五十多分鐘。 其實我沒有特別想。 抱歉, 一個小時五十多分鐘, 我搞錯了。 你適合你了。 我覺得, 那幾十多分鐘是很爽的。 基本上是爽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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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 我覺得, 我對我來說會覺得很爽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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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講到打, 那超人就不得不提他那些膠戰的技能。 因為他都很出名, Trader也有做四光。 但是想問一下各位, 這次超人的設計, 我覺得和以往大家認識是有點不一樣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他很名牌的那盞燈是沒有的。 而其他那些能量, 因為那盞燈本來是顯示超人有沒有能量和有沒有時間在作戰。 他取而代之的是, 超人身上原本是紅色的花紋會變色變成藍色。 對不起,是綠色還是藍色? 因為我看的時候, 其實是綠色來的。 我看的時候很像藍色, 我心想自己是色彩。 我想問大家是否喜歡這樣改動呢? 我自己覺得沒有那盞燈很不一樣的。 雖然有很多人說, 原本那個設計就沒有那盞燈了。 因為是一些預算問題, 要做那盞燈出來, 給個時間限制它, 讓每集不要那麼長。 但是我覺得, 那你66年出, 去到現在2022年, 幾十年你都沒有改正這件事。 幾十年, 超人走出來的形象就是有盞燈。 那你不能夠說原作是這樣的。 要大家突然接手, 不可以批評。 我又覺得, 雖然是有盞燈, 所以我就沒有盞燈。 不可以批評。 我認爲, 我都認爲, 你單燈可以改的, 即是, 不一定要用回, 因為限時三分鐘, 或者反過來, 那你就將時間長一點, 五分鐘。 那你其實所謂, 所謂實時五分鐘, 但是你打出來的畫面可以長過五分鐘, 沒有什麼所謂的。 但我覺得, 我不知道是66年已經有, 還是後面的故事才說, 因為地球的環境是不適合, 他們那個什麼星雲, 不知道多少的外星人來到, 所以才能夠維持三分鐘, 那你就改它。 這裏可能不一定的污染, 你可以是其他理由的, 可能那空氣的密度, 即是氧氣的密度, 或者其他氣體的密度, 令到它不能夠維持太長時間都可以。 我覺得, 一樣可以說明, 但是我覺得, 那盞燈, 尤其是, 當你那盞燈斬一下, 導致你作為看觀眾, 你會覺得, 有危機感, 因為快要幫超人打氣了, 因為他可能快要沒有能量, 你要快點加油, 其實, 雖然我說, 我沒有看過舊的那些, 但我零零碎碎也有看過若干, 那些很單元的故事, 你會對這種超人的反應, 有一種坐威的感覺, 因為你肯定是幫超人打氣, 你不會幫怪獸的, 我猜吧, 可能有的, 我不是的, 我覺得那盞燈也很可憐, 但是這次改了有點可惜, 至於變為綠色, 我覺得, 因為變為綠色, 是因為它, 它呈現了的是另一件事, 就是因為它為了, 幾次都是因為它, 它幫忙頂了一些, 頂了一些攻擊的, 它呈現的是它, 人類的關在和保護, 和它對於環境外在客觀的影響, 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概念, 即是是objective和很objective的分別, 所以我比較喜歡, 即是後, 即是燈那種危機感, 還是, 其實我頂了, 我幫我頂了, 其實我頂了, 這樣就代表了超人真是很厲害, 我覺得那種危機感, 是少一點, 至於畫面看起來, 不算很明顯, 雖然說紅色轉綠色不是色彩, 有人說完全看不到, 但是問題是, 好像你不夠艱, 很簡單, 其實我還是不喜歡沒有那種能量檔, 有幾個危機感的時候,叮咚叮咚,如果太標誌性的東西,他沒有了,其實也不太喜歡。 像剛才說他由紅色變青色的,我跟朋友吹嘴的時候說,超人黑暖到青暖到紅變青,牛底啦,混蛋啦! 我們聽到很激烈的解釋啦! 但是我其實很喜歡他,他現在變成了這個造型是手長腳長,有些可能像一些非人類的物種,比例就比較好。 我反而很喜歡他,不像一個正常人類的比例,但是他這套東西,你見到這套的頸子都沒有那麼像,其實他手腳的比例是再長一點的。 你看他的頸子是相對之下,是偏長一點的,一點點長了的就在。 但是我其實覺得這套,我很喜歡他一開始超人迷撞到地球的時候,他臉就是,你看到他的樣子就好像熔熔爛爛爛的樣子。 是的,臭字嘛。 是的,其實他這個位置也是一些致敬,因為最初代的超人皮套面具,一些技術的問題, 所以第一代是劉酸面,他這些很不經意的致敬位,其實我很喜歡這些不經意的致敬位。 剛才阿樂說一開始他不是轉個標誌出來的? 其實你講了一套東西,一開始是轉了真哥斯拉出來的。 之後才回答那個真超人出來的嘛。 這個位置其實他做得挺有心機的這個位置。 就是好像伊克林想博麗班,其實是同一個世界觀來的,所以我會這樣玩。 他挺有趣的這些位置。 對,那關於這個標誌,我是有點神同的。 因為雖然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完全有關係,可能是將來的電影的人才能夠拉起來。 但是他會提醒你,這個是窮的一個叫做真系列。 而且有些人說回以前的東西,可能是哲敬位,就是超人第一隻怪獸。 好像是超人的第一隻怪獸,就是拿哥斯拉的皮套來改的。 所以就有些彩蛋位。 然後去到超人的那一盞燈那裏,我其實看完那個Poster,或者是入場之前, 我自己是有些少許期待他給他一個什麼原因去取消這盞燈。 因為大家都看了有盞燈的超人幾十年, 但是我沒有人在燈那裏有些特別的原因,或者怎樣。 其實我是希望他是有個答案給他。 但是,可惜他沒有,我就說他總是按就是這樣。 另外就是想提醒一下他的CG。 其實我覺得有點怪怪的, 因為我覺得他前段的Tone和後段的Tone是有些不太相同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就是因為你可以看回可能是一些新聞,或者是電影本身,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覺得他一出場, 還在打怪獸的時候, 你會覺得超人的身體真的好像穿了皮筒上身, 那個身體好像有些衣服的皺紋那樣的感覺。 但是去到後段,可能CG的介入就多了一些。 那些衣服的皺紋的感覺好像消失了。 所以我覺得是, 是否有些不太連貫呢? 還有前段的怪獸呢? 他給我的感覺是皮套和CG互相融合了。 但是去到後段, 開始處理一些外星的通突啊, 梅飛拉斯啊, 還有助飛出場的時候, 他們的怪獸的樣子呢? 又回到很CG, 很完全電腦的感覺。 不知道大家覺得是否有這個怪怪的感覺。 我自己覺得就是他最初那幾隻, 就是超人在地球要打幾隻, 真是怪獸,不是外星人。 那種很有皮套的特攝味道, 即是他的CG可以做得更漂亮。 其實我可以感覺到。 但是他偏偏就是要做那種, 很復古的感覺給你。 即是你覺得, 你非常時間來看一看, 到底我在看的是皮套還是CG? 當然其實很清楚大家都看到, 應該是CG來的, 全CG做不會無端端, 最多是加那些叫Motion Capture, 但那種超和的味道, 是很想特地給你。 尤其你看到超人的外星人, 雖然他的外星人的外星人, 但他也要特地做回超人皮套的接口位, 特地要做出來。 因為最初我沒有記錯, 他做先行Preview的時候, 那條外星人是特地做到, 超人身上皮膚有血管, 即是近似一個, 可能是他想像中的外星人, 但他現在看上去看起來, 就變成皮套, 沒有那麼像生物的狀態。 至於阿羅, 中後段那種皮套沒有那麼皮套, 我覺得超人那邊就沒有什麼問題。 反而在外星人那裡, 你一看就知道, 是沒有那麼生物向, 亦都不像我們認識到的生物。 我反而覺得是這樣, 所以好像會有一種前後, 不是很適合的感覺。 阿羅,你們覺得呢? 因為我覺得呢, 他在頭頭都是跟彈怪獸的時候, 致敬味又是重很多, 因為他有很多, 好像想模仿回舊時的畫面, 例如我印象有一個很深的, 就是超人去, 不知道是對波還是擋光線的時候, 他有一個很遠的景影, 比怪獸在左邊, 超人在右邊。 這些鏡頭就像當年小時候看超人看特色一樣。 我覺得他頭頭反而是, 致敬味是重一點, 想還原回當時的感覺, 後面就可能是自己發揮, 一個新型版本, 但我個人喜歡他前面的處理, 因為我會覺得, 新的東西和舊的東西融在一起, 後面就好像純粹一些新的CG打鬥, 但是觀眾好像聖鬥士那樣, 你看到的東西, 你回看就會覺得沒有效果, 因為大家都被很多西片的CG養肥了, 再看回日本這些純CG對戰打鬥, 所以我喜歡前段的處理, 所以我喜歡前段的處理。 貓仔,你喜歡他打鬥嗎? 你有沒有覺得他射四方的話很帥? 我看這部電影的時候, 我的感覺是, 哇, 玩得很棒, 不是說他真的很好看, 剛才我批評過一些不好的地方, 但是, 我想是, 因為就算我連我這些, 都可以看得出他某些自敬位, 就是皮套, 死光, 那個, 你當那個光圈, 即是元氣斬那個, 另外就是, 那些, 所謂的, 就是皮套式CG設計, 另外就是他飛出來, 拳頭是對著你飛出來的三角, 那個很iconic的動作, 另外就是, 巨大化的長澤正銘, 長澤正銘, 長澤銘, 我忘記了, 都是一些自敬位, 如果我都看得出的話, 我相信, 很喜歡, 鹹超的人, 應該會看到更加多, 應該會有一種很強的, 哇, 真是回憶的元素在裡面, 所以我整體來說, 會覺得, 因為我, 我會感覺到他今次似乎是, 跟哥斯拉玩的東西不一樣, 哥斯拉是想真的用一個舊的, IP舊的, Iconic的怪獸角色, 去重新, 比較現代化地, 演繹一次故事, 這次是, 雖然假裝是現代, 即是我們現在這個年代的故事, 但是他, 用一個滿滿的復古味, 他想玩的是那種懷舊, 如果用這個角度看的話, 其實他是做得很好, 當然,如果抹了這些東西的話, 其實這套戲, 整體來說, 就是一般, 但我不會說他差, 如果這樣結合起來, 我覺得, 哇, 你玩到那種患味出來, 我覺得已經很成功了, 我不會說他前後有些失行, 因為前面的就是在玩皮套大決鬥, 好嗎? 後面那些是, 譬如他那隻, 我記得了, 叫做Jetton, 好像叫做Jetton, 另外就, 譬如, 那隻怪獸, 即是跟他在電廠打的怪獸, 即是那個巨大的外星人, 他已經是另一種, 所以他前後是在玩兩樣東西, 因為他今次會比較, 玩多些, 即是我的感覺, 我用這個詞詞就是玩多些, 所以我不是很計較他前後的那種不同一, 講到長澤政美, 蕭仁是他負責外星的擔當, 人類擔當, 這次就改了一個名字, 叫做威特隊, 對不起, 窩特隊, 因為他以前是叫科特隊, 現在變了新名字, 叫窩特隊, 裡面的五位成員, 幾乎都充當了人類的部分, 有剛才說過的長澤政美, 因為我覺得, 講到長澤政美, 其實是其中一個很不喜歡的一個位置, 在這個電影, 其實他的譯名, 不是應該是長澤雅美嗎? 我不說話, 香港有些文章是寫正美的, 即是你現在看到, 信用欺詐師都是寫正美的, 不過這個是不重要的, 所以我不太記得, 我不太記得, 因為有時候叫這個, 有時候叫那個, 我不太記得, 但是我看到香港比較多, 現在會譯詐, 長澤政美, 對, OK, 不要緊, OK, 你再說一句, 我想說, 阿諾, 就是這個, 是不對勁, 正美的角色, 因為我不知道, 因為我覺得他呢, 是很浪費的這個角色, 因為他這個角色, 我又覺得, 其實你安排一個半球加進的角色, 其實就是很明顯有一個功能性的作用, 就是透過新的視點去, 去介紹裡面的隊員, 他們是怎樣, 他們是做什麼, 又或者是, 好像劇情裡面一樣, 安排和超人做, 但我是完全看不到他有這個功能, 因為他進去的時候, 他只是純粹有一個, 有一幕就拍他上班, 他不會很介紹, 其他那些隊員, 其實他的專長是什麼, 隊長的負責, 職行是什麼, 或者這個隊員是怎樣去結合一切, 怎樣去組成這個隊員, 他完全沒有交代這些事情, 只不過是好像一個新同事上班, 喂, 你來到, 就一起打怪獸吧, 我是覺得他很浪費了這個角色, 而且他又, 超人整個好戲, 因為超人是長期都是不上班的, 那變了這個Buddy的關係就非常薄弱了, 而且最慘的一個位置是, 長澤正美是超人的人間體, 即是要從他身上去認識人類的, 譬如真善美, 怎樣去生活, 人類的情感, 等等等等, 但超人在這個電影裡面, 經常都不上班, 經常走一起看書, 然後又被人拐走了, 然後又失蹤, 然後他們的對戲, 基本上是可有可無, 只有幾分鐘, 我覺得這個功能性和安排非常差, 浪費了這個角色, 不知道為什麼他要這樣, 中間拆下去, 真的不知道為甚麼, 我覺得他的角色出來, 他原本說是這個, 他加入這個團隊的狀狀是一個分析官來的, 即是分析裡面的東西, 但他兩套戲裡面, 就好像, 除了他出現的狀狀就是, 好像沒甚麼特別的功用, 對他演的角色, 反而你說, 他對裡面還有一個物理學家, 阿龍, 還有一個女生經常戴眼鏡的四眼妹, 我覺得他這兩個, 甚至乎, 我不記得, 西島秀俊的, 即是他的主持人, 他的重要性, 也好像多過, 長澤正美的角色, 淺健, 我沒記錯的話, 他好像是, 有些, 接進去好像有些, 格格不入, 這個角色, 如果你是一個新人來說, 即是, 他是後來進來的, 我不覺得, 而且他們很莫名其妙, 成為一個團隊, 應該是可以多寫一些的, 嗯, 沒有意見, 我對長澤正美沒有特別意見, 我覺得, 初初呢,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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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他, 他, 你也,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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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一起去立對策,純粹多了一個人 我覺得這也是很貴失色的一個地方 還有,有另一些隊員的光芒不太高 就像DK那樣說,有另一個女隊員 她好像是你上班的同事,聊聊天 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做過 但問題是,你這個隊員只有五個人 超人都不見了,實際只有四個人 班長,即西島壽進又是隊長 又不是我手下的做法指令 裡面只有三個人 還有一個看完演戲都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我覺得人類方面的安排是非常抄襲 你看完電影是不太知道禍特隊是這樣做的 我覺得他 我覺得他這次很有心地把以前超人 科學特首隊那些很誤地球的超科技 他很專門去抹走這件事 反而他用回這個組織 原來是要跟一些 可能他自己政府的一些軍事 軍隊或者其他東西 反而我覺得他這方面 對這個組織只是提供一些建議和支持 但是他沒有什麼權力 但是大家就很突然之間 你聽這些人做事 因為他曾經這班人很厲害 他曾經搞定過一兩隻怪獸 即是他一開始很快速地閃現 這幾隻東西是讓科學隊怎樣搞定的 我覺得他這裏是 都是這套東西 要很快地去交代所有東西 所以他令到 他就要告訴你 這組織很厲害的 你要相信他 那種感覺 我覺得是有 對 這部電影 我只是覺得通病 就是他很多東西都是用對白去交代 他沒有去拍出來 沒有去用畫面去告訴你 很多東西的實際是怎樣 譬如我特隊是有多厲害 他就是求求說 搞定我幾隻怪獸 但是 你看下去就 好像是真的嗎? 有某角 有沒有其他演員覺得很好戲嗎? 因為我覺得梅菲拉斯 真是這個電影中 人類樣的角色MVP 我覺得他們真是最好戲 因為我覺得 超人 就是齊藤功 我不知道是不是齊藤功 我不知道是不是齊藤功 因為我不知道 他是發揮得好 還是戲很差 他是拿到那個 很目睹的感覺 好像不懂人事 默默獨讀 他說話好像不太明白 他跟梅菲拉斯對戲 有一段 就是跟他 一邊坐著千秋 聊公事 吃東西 我覺得那個反差很棒 你看到梅菲拉斯的角色 其實他真是很入形入界 你看到他就是很 一個商業人 他真是跟你說散意 每一句都是利益出發 人是很小的 笑笑口 摸清你所有的雜星 摸清你所有的禮儀 做到最軟滑的一面 與此同時跟他對戲的人 就是一個很獨立的 你不知道他 很敢說什麼的人 這個反差很棒 你知道嗎 三本耕士 就是 剛才你說梅菲拉斯 就是同一屋簾下 六兄弟裏面的小孩 即是坐輪椅那個嗎 你們有沒有看同一屋簾下 沒有看過 沒有看過 即是太久遠了 他原來就是帕夢文雅 所以 當然都是很 老年子 你們都沒有看過 老年子的電影 你們都沒有看過 我覺得他有趣的是 講一下齋藤公 齋藤公真的能做到那種 很懷舊的感覺 而且他的樣子都很懷舊 即是很適合做一些七十年代 七十年代的 那些角色 你覺得是嗎 當然他平時不是這樣 我可能沒有看過其他電影 但是 三本耕士的這個演繹 我覺得除了好像有businessman 而且他這個角色 寫得很生 在劇本上 令到這個角色可以很生 就是 他是外星人 但是他為了 適應人類世界的生活 是故意把自己變成 譬如 我最喜歡這句 就是這句說話 即是 他故意要模仿人 他故意要模仿人 所以他可以做得很相似 我自己覺得他做得很相似 我同意是人類面孔的MVP 你也看到他老謀心算的位置 因為他出場的時候 是說他是外星人領土 即是他經常潛伏了這個地球很久 即是一路學習了你們的所謂 去到某個位置時機成熟 才走不出去 還有他後面 叫做撤退的位置 他又是 真的做到點道即止的效果 即是這個事件 對於他來說 去到北利 甚至是不值得再求之的時候 那一刻他就瘦了 他的感覺是 真的 他走得很帥 他不是說很差 他純粹是 因為這件事都 不值得花時間下去 那就完了 那就馬上離開了 還有那個索造 你會覺得他 是有一些心不可測的 因為當時是對戰的時候 超人已經出了他最強的死缸 都搞不定的時候 他就說 好了,我們再打下去都沒有意思 不如下次見了,拜拜 整個角色是很立體的 所以我覺得 這個角色寫得很好 不過我想補充一下 齋騰宮 其實是演過很多很多 我剛才看到他演過無數的電影 他演過很多劇 所以我懷疑 他是故意做到這樣 他也跟回一個 可能這些就是 比較舊式的 特攝片角色的 演繹 我不確定,但我的感覺是 他應該不是做不到電影的人 你看到他這麼多角色 甚至乎很多都是主角 我覺得他是做得到的 而他故意令到 我是一個要來學習 我什麼都不懂 我都有迷惘的外星人 而且我侵吞了另外一個人的身體 所以他有那種 表達不到自己 而且他很耿直 這個應該叫太郎 如果我們以往傳統的 這個應該叫太郎 吉田 吉田 他就是那種很耿直的感覺 給我的印象 還有三本監視 有一部分 我對於他在電影中的演繹 非常深刻 他跟超人 咸超那個 神永 正在吃飯 在吹水 我真的很喜歡他最後 在那裡 因為大家不要說太多 我覺得可能是少人 再出寫 你看到他這個角色 其實是 好像大家那樣說 他真是一個很生意的 生意 但是我並不討厭他這個演繹 甚至乎覺得這個角色 非常可愛 你覺得他這個角色 你覺得 其實他做那麼多事情 當然也知道他想怎樣 但是你不會很討厭他的演繹 令你覺得他很討厭 這個位置是有些 他拿來得好的 這個位置 我也很喜歡AA制 那個王國 除了他是一個很好笑的角色之外 他這一刻也是 很能建立到他的角色 就是因為 談判台 你馬上對於我來說是 Mine Orphine 那不如AA制 這個也是很棒的 還有他那個 即是他有些 Cash Face 他 我很喜歡這個對白 我喜歡這個說話 有些Mine Worthy的地方 所以 我覺得是最好 整個戲最好是他這個角色 還有他前面 因為他前面打了假超人 因為假超人的外星人 就是扎拉布 他是比較純粹的奸角 他沒有什麼說 很有V神的動機 他純粹說 我這個人類就像你打蟑螂 那樣不能戒 所以梅菲拉絲那個 扮事的原因是比較立體一些 所以我覺得是 做到一個產生的很強大的對比 所以我覺得他寫得是最出色的角色 還有齊勤弓 我也很拿捏到那個 因為我在看的時候 我覺得他是 其實 他可以表達到一個情感 就是我處處都是在人類的出發點 都不出發 是在他們兩個位置的思考 但是你看到他 很多時候的表現都是磨磨磨磨磨 又不擅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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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是否 如果他的演技是 故意揣摩完這個角色 在調整成這樣 那樣的話 他一定是很好戲 但是如果他不是 那麼 如果他這樣 就 很難拿捏他 是戲好不好了 有什麼補充? 沒有啦 如果人物方面 那麼多 就想說一下他的 後面 即盾 終極BOSS 他是 和元柱一樣 即盾 就負責 叫做 擊倒超人 因為他 電影版 就是 坐飛 他就是 一個光之星的 一個女士 他自己 好像是觀察者 就是因為 超人犯了禁禮 就和人類融合了 然後他就覺得 不行啊 他有了超人的力量 地球就會很厲害 對其他 或者對光之星有威脅 他就帶了這個 積盾 去毀滅地球 這樣 就 帶了積盾 過來 地球的軌跡上面 就變身 做一個 生物兵器 這樣 就原來想著 一夜 轟爆地球 後來 就是 和元柱一樣 人類用了科學的力量 去解決這件事 我想問一下 就是 我這裡齊集 想看過的人 還沒看過的人 還是覺得 這個改變是怎樣的 因為原版 跡頓是一個 叫做宇宙恐龍的東西 他也是一個 皮靠怪獸 到最後 超人射死光的時候 他就反彈了 超人射被他打敗了 和電影版是完全不一樣 那麼我覺得 新版是否好一點呢 是否留得一個 很終極大佬的形象 或者一個末世的感覺 給你們看 我覺得有兩個點 第一 回應阿樂 直接那個話題 就是 會不會有些 末世的感覺 多些 或者 他比較有 雙世紀福音戰士的感覺 哈哈哈哈 有試圖的感覺 很多人說 對 無論他見了 然後變成一個 毀滅性的機械 然後再 試圖毀滅整個球 都頗有AIR感覺 這是第一個 第二 然後就是講 關於有沒有末世的感覺 我覺得他這次去演繹 關於《末世的感覺》 這個內容 很有意思 他就說 好像是 對過阿頭 說 其實我們都沒有什麼可以做的了 這次的末世應該是救不了的了 不如不要通知大家 讓大家平平靜靜地去過這個末世吧 我覺得 是比起以往的 末世會 導致很多恐慌 然後有很多人會失控 我覺得這個 索造 其實更加 有意思 在內心的處理上 如果大家都 真的沒有得救的世界毀滅 那不如大家 當不知道 然後有得世界毀滅 我覺得這個 這個感受性幾好 至於阿樂 剛才你問那隻 即頓由皮套 變成現在這個 類似生物兵器的 主怪獸 生物兵器的東西 當然我也同意 萬記所說 他真的很像AVA 裡面的巨型使徒 沒有 那種末世感 我會 那種感覺 我同意 就是 其實你都 全世界 奪穿地球的 都看到那隻 幾個東西 在天上浮現 在天空上 但是完全 沒有 你都做不到什麼 甚至 他都說過 在這套劇中 有個理論 就是 你把全地球的核彈 全部射進去 也是 搞不定 他 那種 其實 你用了你最強的科學理論 用了你最強的科學理論 都搞不定 那種無力感 你也是 算了 唯有靜靜地 照樣開心 照樣吃飯 這樣過 等他搞定我們 放置 那種狀態 其實是 你感覺到那種災難 之前的平靜 我自己有這種感覺 你呢 你自己有什麼感覺 我是覺得 這個 真的 很Ever 整套劇 我都覺得 有某些地方 很Ever的形質 包括 即頓 他不是有一個 一個scene 他是 我不記得他 從什麼開始變身 他慢慢 由原本的狀態 去變成 一個 類似有手有腳 的機械 樣子 那一段 好像 試圖現身 那樣 很有Ever 的風格 另外 就是 求求那些 坦克車牌 排隊 發射 然後很多 報告 很多 標誌 現在 怪獸做了什麼 做了什麼 這些都很Ever 我覺得 這個 我覺得 這個 特意 將自己的東西 放進去 我覺得這個 挺好的 還有 有個感覺 就是 初初看的時候 不覺得 跡頓是這麼大的 超人 飛上去 才叫 原來超人 都是一顆 一顆 一顆 跡頓是很大 整個銀河系 很大 這一下 是有些 驚訝 即是 大隻 給我 感覺 力量強一點 那一下 登場 我覺得 挺驚訝 那 有沒有什麼 劇情 想說 我想 說一下 其實我有一個 很大的 我不是很喜歡 或者 有些 叫做 因為喜歡 所以覺得 恨鐵不勝鋼 的地方 就是 那這次 電影 其實都 Capture了很多 特色 劇集的 內容 但是我覺得 Capture 那個 是有的 但是 不能夠 好好地發揮 因為我覺得 原版 舊的 六六年 系列 其實超人 因為 可能剛才 萬潔有說過 可能他原本 只是想 整個 怪獸對戰 但是 預算不夠 所以 人類方面 的 劇情 可能要多寫 因為這個原因下 其實 以往的超人 我覺得他有個很大的訊息 是挺好看的 因為 其實 超人 在那個劇集裡面 其實他的身份 是不停地轉換的 但是這個電影其實 是 少少提及得到 但是 不能夠 很有效的 怎麼轉換呢 就是 因為超人 來到地球 其實是用一個怪獸的身份 去降落地球 在人類面前出現 到了中段的時候 超人 就在人類的心目中 變成一個 神格的存在 什麼都可以解決 很容易 就幫忙處理到 怪獸的問題 電影也有少少提及過 用這個科技 科技隊員 最終發明 那個 消滅積頓方法 那個隊員 就是 某幾個對白提及過 但我覺得 也是 某狗 到後面 就是 又是 變成人類 或者一個生物 就是 超人 到最後 都會有解決不了的事 都會被 宇宙恐龍 去 打輸 就是 這三個 identity 的 絕本 但是我覺得 以前的劇集 是 可能時間 都很長 很充分 發揮到 這三個 身份 的 元素 還有 還有 就是 人類 都不在 舊 因為超人 很多 時間 都是出來 幫你打贏 怪獸 解決了危機 其實 有些人 分析 人類方面 那些 隊員 其實是 在做什麼 以前的科特隊 是否在那邊 揪氣 其實就不是 因為他們 都會覺得 可能有些 日本仔 自強的心理 其實他們都會覺得 喂 阿吉田 經常來到 四有四光 就走 我們 是否不需要存在呢 科特隊 是否不需要幫拖呢 每次都是祈禱 等超人來搞定 就可以了 但是 不是的 他們那些人的取向 都是不斷發展科技 發展對怪獸的應對 最終才能靠自己去消滅 激盾 打敗超人的怪獸 這是一個很強的存在 其實我覺得 整個故事 是 非常之 這麼好看的 但是我覺得 去到新超人 這個 電影版的時候 那個方程式是 超人留下的 我覺得 有些 打破了原版的 做得這麼好的結尾 而且他三個 認識上 其實也是很模糊 很模糊 因為最初 他來到 其實有幾分鐘 即是第一次射完四光之後 其實是 莫特隊 是當他是怪獸 但是第二次現身的時候 已經知道 原來是有交流的 原來他是來幫我們 整個身份 就馬上由第一個 怪獸輸入去神 就變成 沒有什麼去探討 突然間有怪獸 對戰 然後一隻怪獸消滅另一隻怪獸 那麼地球的看法是怎樣呢 很快已經是施了拍了 而另一件事就是 人間提琴弓 很快就爆了超人 他完全沒有欺騙過大家 一點懸念都沒有 我幾乎是第一句對白 他沖咖啡的時候 已經告訴你 我就是超人 怎麼都不懂啊 又是沒有了觀察者的位置 因為其實他自己又很搞笑 又說回來 他不知道有一段 是有個政府官員去威脅 超人 就是忘了他想做什麼了 但是他自己有個對白 又是說我身為一個觀察者 是有些事情 是要用兩個身份兼備才能看得到 甚至是 我身為一個觀察者 是不應該去 踢你人類的尺寸 只是解決這個危機就算了 我就覺得 原來你不是不知道的 就是那個製作方是 但是為什麼會這麼快自爆呢 自己的身份呢 那就是人類方面的氣氛 就探討不了 那就解釋不了 其實為什麼超人是這麼喜歡人類 因為他最 呼應最後面 也是他拿來做宣傳的對白 就是 座菲就是問超人 你是不是真的這麼喜歡人類啊 超人 其實我看完這個電影 是答不到這個答案的 為什麼超人是這麼喜歡人類呢 就是因為 有犧牲的精神 但是你有沒有一些畫面 讓我看到人類是怎樣為卡人起床的 只不過是主角 做任何的時候 不小心被你的衝擊波殺了 然後你就好像很後悔 所以我覺得是 基本上我覺得是 情懷滿滿 但是他 原版超人的精神 他是 發揮得不太久 又不完全沒有 但是 有些痕跌不成功 所以我覺得其實他的市場 可以加多十多分鐘 就不要那麼快自爆 一個超人的身份 我覺得他這樣處理會好很多 搞到現在就是 變成了有一些 不是很 還原得到那個神髓 因為他很多東西都很 懷舊 很多東西都嘗試去 避免你當原的感覺 但是最主要的精神 又好像 不是很夠的 又好像差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是 我會這樣看的 他還原或者是 帶出一種懷舊的味道 不代表 要連主旨都跟著 他呈現的人民主義 不一定要用你那種方法去說 我幾同意你 其中剛才說的就是 如果佐菲問 吉田你真的這麼喜歡人類嗎 似乎不太能說到為什麼 在故事裡沒有什麼 呈現出來 但是他不是自爆 因為他不知道為什麼 被長澤政美的攝錄影 所以就知道他是 然後就猜他是 或者也不是猜 因為他拍到的 攝錄的電腦是拍到的 所以也不是自爆 但是其實他有很多時候已經說了 其實 未必一定是作為觀察者 而是他反而很早就已經用自我犧牲的方式去拯救人類 所以就回答不到 諾剛才問 你作為觀察者 為什麼你會這麼喜歡人類 或者你看到人類的什麼犧牲精神 因為 除了他救了那個年輕人 除了他救了那個年輕人 我意思是 齋藤公是一開始救了那個年輕人 而意外死 當然他有說過他殺害的 他有說過他殺害的 但是 一個例子是不足夠證明人類真的是這樣 如果純粹是齋藤公 即原本的齋藤公 死是不足以證明人類是有這種犧牲精神 但是他很快就已經 作為超人去不斷地犧牲自己 譬如他為了不讓那隻 即會轉那隻怪獸 那些破壞力 影響到禍特隊的那些同事 所以就自己硬食 並且中和了那些激光輻射 那麼這些犧牲精神究竟是來自誰的 究竟齋藤公 還是超人 我同意是解釋不到的 但是至於他最後呈現的就是 人類世界好美 或者人類好美 不值得消滅 那這個就是甘野想說的 他不一定要 100%連這個主旨都要跟舊版 只不過他講不講得到 或者講不講得到 空是另一回事 但是我覺得他 就是怪獸神和人 這個想法是有的 所以就是 為什麼 長澤正美的角色 這麼浪費 那個原因就是 你解釋不到 為什麼超人 這麼迷戀人類 甚至乎 我覺得他連 為什麼會突然降落 那個原因都是沒有的 就是他是不是在外星有觀察過 一直看著 人類的生活呢 是不是覺得 今次的災難真的會滅世 所以才出手呢 我也覺得 解釋不到 其實你可能 補一秒 說有些東西看著地球 其實已經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但是 沒有 就是 我覺得他是抓到的 那個東西是抓到的 但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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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T也看過原版 有沒有這樣的 感覺 有沒有一些 覺得他做得不足的地方 聽不到你說什麼 我自己是不是 有看過原版 現在有沒有 現在有沒有 我說 其實我不喜歡原版的 結局就是 地球人用自己的力量去打敗 一隻 超人都打不爆的怪獸 我不是 其實我不覺得 我不喜歡這個 結局的 就是不是說 人類靠自己 的 做不到 是 我覺得就是 因為你之前那些 科學特首都太流了 一出來 那部機器就被人 打敗 那個感覺 那個科技水平 就好像 不應該可以 解釋那隻 東西的 但現在 其實 結局就過了 做超人 留一條 方便 其實我也做不到 不過 你們看看 你們有些什麼 研究一下 看看能不能可以 那種感覺就是 我扔了一條方便 下來 看看能不能可以 原來 那種感覺就像 合作 那種 形式 原來告訴你 你那個 變身棒 原來 有某個科技 原來你自己 這樣按幾下 就可以 搞得 這件事 我覺得那種合作 意味 去告訴大家 神 你們認為的神 都是 搞不定的 有些事情 原來 所謂地球人 和所謂的神 合作 才有機會 解決過 危機 那種 我其實挺喜歡 這種合作的感覺 但至於你說 一開始那種 作非問 有沒有那麼喜歡 人類 這個位置是有點 不明所以的 你為何會降落地球 為何你會 甚至乎 那些叫做 禍威獸 你會在地球出現 其實不是問題的 它裏面都有吐租過 為什麼只在日本 為什麼其他地方沒有 我覺得這個位置 這個可能是一個梗 來的 就在那裡穿描 一些特設片 為什麼那些季頭 只在日本 我覺得這個位置 是有解釋到一些 小時候很想問的問題 到底超人是怎樣變身的 到底超人怎樣飛 到底超人怎樣飛 到底超人的死光是怎樣出現 我覺得他這套東西 很努力地去解 把我們小時候很想知道解的東西 盡量在這套東西 讓我們出現 對 我很同意他 中間有很多 扣租或者是 反串以前的特設片 那些元素 為什麼經常都是 在日本 為什麼不是在外國 其實我覺得這套東西 感覺到 就是 暗野獸明 對超人的熱愛 因為這些問題 都是我們小時候想問的東西 那他就 嘗試用他自己的文章 給他一個解答 其實我覺得這個 是做得不錯 就是粉絲看的 我覺得 是有些回心美笑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 OVAL這個電影是情懷滿滿的 是好看的 但是好看的那個 來源 是因為舊的超人實在太好看了 那你採取了他 差不多照版主本 所以都是會好看的 我覺得 新的東西 我就覺得 不是很多東西放 塞得到 原本的東西就是好看 所以他出來都會好看 好看 你們有沒有什麼補充 都沒有什麼 如果這套東西 有的 剛才我都說過 4D的觀感效果 是非常之好的 因為他 有時候 一開始就 打怪獸 基本上那種感覺就是 他的活動 無論是直升機 有時候超人飛的時候 有些風 都做得相當之好 我不會覺得 那兩個小時 一百五十多分鐘 是浪費了我錢的 我覺得這套電影如果 如果不看普通版 4D是你最好 我覺得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對 他有什麼版本可以選擇 香港只有4D、4D、4DX、I-Mix 但是香港沒有I-Mix 只有普通版 只有4D和4D 因為 你不看普通版 但是4D是你的選擇 你根本只有兩個選擇 說什麼 對 對 沒錯 所以 最後 想說到一個 題目就是 因為他是新系列 開口說過 他有四個日本英雄 那他下年 就會有一個新的Carmen Rider 大家看完這個新超人 有沒有期待下一個新系列 你先說吧 DK DK 我先說 我就沒有 因為我覺得 蒙面超人 是更難玩 那個議題 因為 如果你再說回 Identity 或者是孤獨感的話 這套的表現就不太好 所以我是沒有太期待 但是DK 會不會很期待 這個新Carmen Rider 其實我本人 並不期待 雖然我一定會看 因為 因為 他這套 叫做 新Carmen Rider 其實已經是這個 蒙面書人 第二次 叫做reboot 的東西 因為之前那套叫做 蒙面書人 the first 是一套 很想去reboot 但是造型 OK 但劇情就算足夠的 一套 至於現在這套 新Carmen Rider 我看到造型 不錯 但是由於 上次那種 陰影 我還是有點 搖底 不過你說 自然看完 這個蒙面超之後 我會不會好些 我期望他會給我一些正常的東西 不要太多 但我看這套 這套 我感覺 很會玩 致敬那種 懷舊的感覺 他能做到 但到底 實際上的作品 會如何 畢竟現在的資訊也不多 不能評論 但平常心 我不會特別期待 我有點擔心 是因為今年會出Black Sun 它又是一個蒙面超人的reboot 啟 暫時還未出 但啟余告又是說身份的問題 因為原作的 原作一號 蒙面超人的內容 都很探討身份 改造人 人類之間 如何去共處 或者消滅對方 所以我覺得 很容易去比下去 我覺得 有些危機 補充 這套 新鮮CAMMAN LIDAR 是鵬野者 落場做導演 編劇和導演 都是他的 但我們剛才說的 真超人 他只是做 鵬野可 我看清楚 很清楚 如果沒有記錯 監督和企劃 如果沒有記錯 是的 導演是通口真知 所以 當然很多東西都是 鵬野去主導 但你說 至於 真蒙面超人這邊 不知道他在玩什麼 問貴 你對這套 有什麼期望 或者有什麼感受 如果真蒙面超人的話 沒有 用最簡單的說法 複雜一些 或者詳細一些 就是 大家都知道 其實我不是很特攝迷 我不是沒有看 比如我小時候很喜歡 BLACK和RX 集集高的星期都追 但是我並沒有你們 那麼沉迷 我小時候也有扮南光太郎 當然 但是 但是 我不是特攝的迷 所以 最簡單就是 沒有特別的期望 但是 我覺得 鵬野是 會有東西想玩的 他會給到一些 未必一定是驚喜 但是 我會覺得 他玩到一些有趣的東西給我看 所以 我會 我不是叫期待 或者說很等待 但是 我一定會看 當然 大家可以挑戰我 就是 你也是 偷看的 英國也沒有 那不是 因為 我是電影院的會員 其實我是 可以給了一個月費 我就任入場看的 只要英國 我看的那間戲院線 是有照片的話 我就是等於 我一定會有給錢看 只不過是我沒有 所以我沒有看 但是 如果你說 到 他出現的時候 會不會看 我也會看 因為 我覺得 鵬野壽明 會有些東西想 介紹 他未必一定很適合你的 但是他會有東西想介紹 給觀眾 他想說什麼 我覺得 有時候 作品就是這樣的 他未必一定很吃正你的 但是他會呈現到 他的想法給你們看 我覺得 已經是一套 挺有意思的作品 就是 如果這套戲 很棒 但是 什麼都沒有說 爽片 不是不行 當然 只是一種 但是 我想 有多些 作者的 觀點 給我 大約 是 如果 你說 沒有 沒有 今次 新超人 就是這樣 有什麼想說 剛才 說 什麼 你 剛才一句 是想說什麼 沒有 我沒有 說 今集的節目就到這裡為止 我看看我們的Discord 我很擔心 其實我們現在是沒有錄音的 我放心 肯定是錄音的 不用怕 我可以說 我可以說 今集五 我們會說 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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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